美媒三方五四指出超级航母弱点 提醒五角大楼做出应对 印证了俄防长所言不虚 众所周知 美军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自由巡航 靠得正时期强大的航母舰队 11艘核动力航母的庞大阵容 使得其他国家感动与难言 但随着近些年科技的迅速变迁 其他国家相继研制出新型尖端武器 航母的弱点被无情击视 美国海军也不再是无敌的存在 据媒体11月5日报道 日前美媒对美国海军的超级航母 所面临的形势做出了判断 美媒认为在今后30年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超级航母不可动摇的地位将被改变 它可能面临四大威胁 其中包括水下无人潜艇 网络攻击 无人攻击机 高超音速武器 这些攻击方式 驾驶的航母无法发挥应有的作战能力 甚至被彻底摧毁 需要指出的是 此前美媒就刊文称 至少有五种方法击沉美军航母 其中直接方法包括鱼雷 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 间接手段 有战略威射 成本超支这两种 目前美军正处于航母开支过大的景地 花了130亿美元打造的福特号 仍不能投入使用 因此美媒不断指出航母的弱点 显然是在提醒五角大楼 及时给出解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 美媒此次揭示的四大威胁 也印证了俄罗斯的战略方向正确 前不久 俄防长表示 俄罗斯不需要航母 只需要能击沉航母的武器 分析指出 结合此次美媒给出的四种威胁来看 俄罗斯几乎全没有 首先 早些时候消息爆出 美林肯号航母和全身号两栖舰 准备封锁霍尔姆斯海加持 突然GPS信号丢失 外舰一致认为幕后黑手就是俄罗斯 可见 俄罗斯的网络攻击能力定够了 在高窗因素武器方面 俄罗斯也有了先锋敌手登导弹 另外 俄罗斯研制了一种名为 郭赛东的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它能在水下1000米处的地方 以高达200公里的时速进行快速移动 更关键的是 它可以搭载常规弹头 或200万吨天梯当量的核弹头 一旦使用核武器进行攻击 可以瞬间毁灭一支航母舰队 这样看来 俄防长所言不假 他所说的不需要航母并不是借口 只要每航母敢侵犯 俄防有足够多的办法将其击沉